白瓦哲或者皮器 精明 玟台 威尔蒨 那我一直想学植物的 因为正三十分有 healing 但是我就是怕冬 那为了采药还怕冬 完了三一三三也用呢 我做菜的时候 我一先开森 就是那个植物下面那个长的好多土地 就很多什么各种各样的虫啊 威圣物然后我都怕 然后我就不敢下手了 尤其是对师傅 尤其是学了这个佛法以后嘛 然后你真的你不敢下手 就是哎呀好像都是生命 好像衣服那个好像就把套内的到了 然后就啥都不能干了 然后就这样处着 以前如果不懂这些的时候 你就跟着那种本子嘛 反正你就什么八草啊 反正你就只有你的那个目标说 哎我要种我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学了这些以后 那个好像 脏了 对对对对对 看到脏了也不敢踩了 然后 就是爱惜生命啊 这些刚开始 它在修行里边是一个课程 它会让你的心慢慢柔软 其实目的是 最后你的慈悲会升起来 并不是你怕说哎呀怕造因果或者怕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会柔软 就像就像我们 你随着你吃灾啊 不伤害生命 不杀生啊 你有一天即使你吃青菜 你都会很感恩 知道吧 你会觉得你生活在这个地球 这个法界里边 万物以他们的生命来滋养你 就是说 你会觉得你的身心都是靠万物来滋养的 就是说你饥饿的时候 就算那个白菜豆腐那些东西 你吃那些东西你都感恩 你那个感恩不是说你感恩 农民伯伯的汉底河下都很重了 那个菜不是 是它那个青菜每一个植物啊 每一个植物在你的碗里 或者是包括什么 你都感恩那些植物 包括你 就算你有时候有病了 吃了一些自不皮 比如说动物里边有动物或者 你都说他们 那一刻你会生起一个心 说是他们以他们的生命在养活你 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来自于 你这个世界的给予 就是说你的氧气啊 来源啊 阳光啊 水啊 植物啊 每一根菜都是来自于万物 然后你就是受恩于万物啊 就是你的生存 包括你成到 你没有这个肉体怎么来成 戒甲修真呢 你的每次呼吸你长到这么大 你万物给予你很多的恩惠啊 在地球上 但我们没有回报过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你那个慈悲和柔软就生起来 因为有感恩心你就会柔软 你就会慈悲 然后你就会众生平等 你就会善待每一个生命 然后呢 那个时候 其实你那种慈悲 就会让你的心量广大 一大慈悲的时候 心量非常广大 因为它的平等性 和慈悲是同时来的 心量广大的时候 它一定会利他 根本就不需要你自己 你说强迫自己 我忍辱啊 这种事 什么你不会的强 就没有这种型了已经 因为慈悲 所有的众生在你眼中 都不过是无名执着的病态而已 他就说他 他站在那翘脚骂你 你都觉得 哇 病成这样了 就是你就觉得他是病态 他真的病得蛮重的 就会觉得 哎呀他病成这样了 这贴热囊囊的 他这么着急也不怕上火 就是你会觉得 还挺 就是因为你这一切 都来自于你开始的感恩 还有你的柔软 你的柔和 你的慈悲 然后你的广大 就跟着就过来了 那那个时候就是 你随着修正啊 其实你也 你就时候你会 为了利益 利益人力重生 人力可能伤到其他道 因为你必须在人道嘛 你甚至比如说 这个人身上有附体 或者什么 你可能为了保护这个人 会伤害其他道重生 或者甚至就是说 你去住地啊 为了人力打量身 你会伤到地里的虫子啊 什么这些都 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你那个慈悲已经很广大了 那个时候 你连修正也有些些 你那个正量 随着你承道 所有的被你伤害的众生 都会变成你的倔属 甚至一个虫子 一只蚂蚁你采了 它都将来是你的倔属 会追随你到你的世界成佛 就是修道 就是说 当你成佛那天 你会度脱所有的众生 就说里边 连一只蚂蚁也不会放过 你都是你的倔属 因为跟你以那种方式结缘了 知道吧 然后度脱他们 我那里有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那是个果园嘛 那里那草啊 可多可多的 隔一段时间 就要去打草 打草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呀 这草蝎们啊 我说我不是伤害你们啊 嗯 所以我就给你们礼法啊 美容 要你们那个 好 完事长得更漂亮 就这样说一说 这些他们不信的 哈哈哈 说你哥 我漂亮点 就是跟他们说搬家吧 我要清理这一块 就是因为 有些职务 他人力毕竟 我们现在在修行嘛 你是个修行人嘛 我们 比如说我去哪儿必须 修行的时候 那我要打扫房子 打扫房间呢 有些官方就几十年了 成垢很深 那里面什么都有 你打扫的时候 你哪能想那么多 你就直接扫出去了去啊 碰上脚的 碰上腿的也就碰了 抬死的也就死了 但是就念着六支大明灯 念着菩萨名号啊 撒经啊或者去处理 然后呢 山里边的所有的山神 所有的土地拜一拜 然后告诉他们附近的所有的清场 就是要用这块地方 然后呢 当然说我要用这块地方 因为 因为有些地方 你们暂时移动一下 是吧 有护法啊什么 你跟他要说一下 打个招呼 就说你们先搬一下家 人家有的 比如说有些狐狸啊 那山里边 有些狐狸啊或者蛇啊 有时候都是家族性的 长期住在那里 上万桥上一桥的在那里 他搬不走的 他一下子往哪搬 那就大家相恩无事啊 就打个招呼 我在这准备 背多长时间观 比如说我要休息 我要休一年半年两年 那么这两年就打扰了啊 虽然你们先来的 但是打扰了 大家最好能安抚手 大家虽然不相干 这些打招呼 嗯 也不用怕 但是有的人家就说 凭什么 是吧 那你就得给想个去处嘛 人家说凭什么 你来我就得搬家 是吧 我在这儿待好久了 那就求助于佛菩萨的护法 因为我们有时候搞不定 求助于佛菩萨 一定 你真正的休息这个龙切护法 一定会护去的 就是打天王委托菩萨 诸佛菩萨一定会跟你在 一定会帮你的 不怕的 不用担心 请订阅 请不ad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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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转发 打 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